Hello 大家好 上星期我貼中了三鑊 第一鑊是星期一今次 我提到的底下是 2630 2630 駕駛上去 最高是 2672 今個星期 第二第三次就是上星期五 飛龍開 Live 兩次 一兩次都是孤贏的 詳情再看下去 上星期金價基本上是處於震蕩 在三強裏面沒有 星期一一度去到最低2624 上星期喊大家2630駕駛 不知有多少人駕駛了 駕駛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之後它升上去 星期二最高已經是2673 其後是缺乏明顯方向的 反覆上落 都是在三個人裏面玩的 最後是星期五2653收市 上星期聯署的鮑威爾說 如果經濟符合預期 按照利率點陣 跟上面的預測分別在11月和12月 就減息各0.25 不過它又強調 聯署局其實是沒有既定立場的 當局就會根據整體的經濟數據 會考慮雙向風險 然後每一次會議才作出決定 整體而言 市場認為鮑威爾這次發言是鷹派 市場更加認為11月減息半厘的機會是大跌的 所以隨即就插到2624 但地緣政治仍然是一個重要支撐著金價的原因 尤其上星期二 伊朗對以色列發射了180枚導彈之後 金價回升到2670 之後可否刺激金價繼續創新高 似乎要看回以色列這次會怎樣反擊 不過如果雙方再來多次攻擊幾次呢 相信距離爆發中東全面戰爭都是不遠的 但反過來如果這幾個星期都是來來回回 發炮死下人沒有加劇的話 金仔反過來會刺激 如果真的發動戰爭 這個情況我們都不想看到 始終打仗也不是一件好的事 到了星期五公佈的9月 菲龍出乎了意料之外 落得增長25.4萬人 遠遠超過市場預測的15萬人 同時失業率也下跌到4.1% 這麼漂亮的就業報告 令到聯儲屋11月再減息半離的機會 接近破滅了 因為經濟前景好 令到美聯儲是沒必要這麼強硬 這麼快去減這麼多息 所以減息半離的機會就破滅了 根據利率期貨顯示 現在11月減息0.25% 機會超過9成 所以今價公佈飛龍之後 一度跌到2631 而33元就碰到3個盈底 立即反彈了 這次反彈再次提醒大家 今價仍然處於強勁的上升趨勢當中 要轉勢下跌也不是那麼容易 上星期五我開Live之前已經沽了20張 在六多附近 然後急插到32元的時候 我立即平倉 果然在三角形底反彈了 然後等到收Live之後 10點到11點 它再上一次2665 大哥 我不再沽它也不是勝利 我再沽 最高呢 嚇到皮革都沒肉 最高是上到2670 不要緊 2670跌的下跌勢很快 那我2650就已經平倉了 最低呢 它是跌到2641 那晚 其實圖真的很容易看 錢是很容易賺的 不過看看你有沒有了解 所以現在大家想學多些的話 記得加入我的金銀主 只不過是60萬個月 如果大家想再學得深一點 學得細節一點的話 看我的炒金補習班 還有之後如果有時間我會搞班的話 大家踴躍支持一下 好今末星期除了繼續關注中東局勢之外 在數據層面 最值得重視 就是星期四八點半的九月通脹數據CPI 另外星期五的八點半有PPI 還有星期四的兩點鐘半夜 就會有聯儲局上個月的議息幾要 這三個月很重要 一定要看著 Energy Watt Your Sports Partner 好了最後我們用回Technical的層面 分析一下金價走勢了 金價上個星期的處置震盪 就在三角形裏面整股 所以我們今次就以上個星期的低位做參考 突破2673就會看好的 目標自然就是新的歷史高位 甚至是2700整數關口 但反過來 跌穿2624我們可以選擇沽出的 或者如果我認為下星期的市 沒什麼重大的利好或者利膽數據 就可能可以在一個收窄的三個人裏面 玩Range 都可能會有些斬鑊 說回來 如果我看淡的話 目標就是2600整數關口 今個星期金銀主就會出炒金補習班第三集 就是惡補大家的圖形 大家加入了的 記得收睇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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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